大巨蛋起用后赛事门票常常热销 为了杜绝不孝黄牛 立法院15号三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条文修正 贩卖黄牛票将重罚 每张票去十倍到五十倍罚还 另外如果用虚位资料 或利用电脑程式设备购票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可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大黄牛很好 有的人想要去看 然后都没有票可以卖 黄牛基本上本身就不需要了 那应该让需要的人去拿到票就好了 我觉得可以像演唱会一样 是实名字的方式 今年三月韩国女团Blackpink 到高雄举办演唱会 一张黄牛票被轰抬到四十万天价 五月马上针对一文票券三读通过 文化创意发展法严惩黄牛 接至十二月十一号 北市文化局已经收到五百八十一件检举 依法裁罚共有五件 现在针对体育赛事也要积极打黄牛 其中如果是免费公关票 所以对应座位的原票面金额 计算罚还 针对抢票程式 警方就可以利用分析网路连线模式 施以搜索之强制处分 追查幕后黄牛犯刑 提议署也表示 将会从总统公布施行后 六个月之内 积极掩理相关执法 加价贩售的裁罚基础 并入文化部及各地方政府 讨论相关配套措施 向市建立检举专区 尽力杜绝黄牛 记者余盛行曹文宁台北报导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